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这里就是这个戒指村了 你看这里写着戒指村 大家快看 这有好多好多的戒指 那刚才呢 店主叫我先挑选我最喜欢的样式 挑好之后呢 他给了我一个模型 上面有各种各样大小的戒指 我需要把它套在手指上 挑出最适合我的型号 然后呢 我就要填写我要做什么样的戒指了 店主给了我一张表 这个表呀还是中文的 从中国来的朋友也不用担心了 因为这个戒指比较宽 所以呢 里面是可以刻我自己喜欢的字的 嗯 刚才店主告诉我 大家一般来这里啊 都会刻男朋友女朋友的生日或者名字 嗯 那我只好刻我自己的名字啦 现在我挑选好了我要刻的字的模字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银戒指 现在我要把这个模字刻到戒指上面去 看 我现在在上面刻上了我的名字 还有两颗心 这两个工具呀是帮助我来调整戒指的号码的 我这样敲敲敲就可以调整到适合我的号码啦 看 这个戒指的尺寸正好戴到我的手上 接下来我要用这个工具把戒指磨得更平滑 更有光泽 我一开始挑选的戒指上面呀 是有图案的 那现在呢 我就要在这个刚刚打磨好的戒指上面 亲手画上我要的图案 我现在呢 刻好了我要的图案 那接下来呀 我要用这个工具 再把这个戒指的里里外外打磨一遍 让它变得更漂亮 那现在我们的戒指离完成只差最后一步了 就是在上面安上水晶 那现在这位师傅就在帮我安这个水晶 大家可以看到 它完全是手工在制作 没有使用机器 好好的 看看我的戒指做好了 是不是特别漂亮呀 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戒指哦 那大家快快带上你们的男朋友女朋友或者好朋友 一起来打造一个专属于你们的戒指吧 那我们今天的威士寒流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